地藏菩萨是诸大菩萨中和我们有缘的 很重要的一个菩萨之一 释迦牟尼在道立天光为母说话的时候 自己知道将不久入涅槃 肉身不在人间 他到别的佛果再度有缘众生 这个娑婆世界在他缘寄涅槃之后 要很久远以后才会有下一尊佛 叫弥勒尊佛来下生 弥勒尊佛到今天还没有下生 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的漫长的无佛注视的时候 我们这些未觉醒的众生 由谁来教化 由谁来呵护 由谁来做众生主呢 所以在道立天空 地藏菩萨本院经中记载 释迦牟尼将我们这些最苦众生 托付给地藏菩萨 在弥勒尊佛降世之前 呵护众生 是众生不堕三恶道 能够出六道轮回 一生成佛 地藏菩萨老人家很辛苦 为什么 他答应了释迦牟尼佛 说是堕地狱的众生 他把他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救度上来 可是他老人家看到 这些众生 不是可怜 是很可恶 为什么 瞬间就忘了在地狱里 受到的痛苦 在人间 回到人间 又作恶多丹 回到六道众生 又不珍惜 自己的 三善道的福报 瞬间又堕取地狱了 但是他老人家 不舍众生 不像我们人间怨恨 嗔恨 他没有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再次把你救上来 是我们这些刚强难化的 众生恶心 我们居然在大菩萨的 一次一次的帮忙下 我们还在不要脸的堕落 来到人间 又犯罪恶 身口意三叶 身作作恶业 口言说 妄语 然后 意念不尽 知经其意 做不到 所以是身口意 三叶 又再犯下极大的恶业 又堕到三个道去了 但是地藏菩萨 实在让人感恩 他就还是不停地救度 还是不停地救度 所以我们今天 借着地藏菩萨的圣诞 你知道圣诞 是他的报身 三身成就之时的圣诞 有人说 为什么定在这一天 因为是鬼门要关 这个地藏菩萨的恩德 让大家记住 幽明教主的身份 让大家记住 记住的前提下 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 要觉醒自己 觉醒众生 叫自觉 觉他 觉什么 要觉在明空里面 见自己的自性明体 引导众生 见自己的自性明体 然后进一步地修学 空色之法 进一步地妙用空碑之法 急功累得于人间 所以是这个 我们为什么今年 特别安排了 地藏圣诞法会 以后我们每年成一个惯例 因为我们实在 看着这个地藏菩萨 这么辛苦 我们于心不忍 我们希望借助地藏的圣诞 能够觉醒更多的众生 同时觉醒我们自己 不在谜等 一定要 修空明 修空色 修空碑 大家在心里 记住这三空 空明 空色 空碑 理论上要通 这个方法上 要学会 这样我们才能在今生 极力足够的功德力 才能够今生 拖六道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